字幕視頻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遼 今天想要來跟大家聊聊 風之鼓M夜光被動超技能的一些點法 那這邊的話其實我有看過網路上很多文章 但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自己的一些小小看法 可能跟你看到的文章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首先我們夜光的被動技 超技能是在141之後可以開始點的 那這邊的話有光的三招、暗的三招以及絕對擊殺三招 那我們先來看光的好了 第一個光的這個是極速反射的最終傷害 他就是讓你最後一下傷害提升20% 也就是大家可能比較常聽到的是終傷20%或30% 那這一招的話為什麼我沒有點呢? 其實我覺得他沒有那個迫切的必要性 我看網路上很多文章都是說光的全部點滿 暗的沒有人再點 然後接著再點絕對擊殺 可是其實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我比較不一樣的一個點法 為什麼我沒有點這個 是因為我覺得他可以用其他招來代替 像假設我們極速反射一下 預設1萬好了 那增加20% 最後一下就是打1萬2 那增加的這2千 加上極速反射的目標7隻 我們現在是預設極速反射沒有點超技能的情況下 目標就是7隻嘛 那就是增加1萬4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選擇第三招這個增加目標 讓我多打一隻 那多打的這一隻 要超過1萬4應該其實是不難的 對那我們再看一下第二招 第二招的話他就是讓你極速反射的減少傷害 取消掉這樣子 因為極速反射他技能的特性就是你打的怪越多隻 連到最後面他的傷害會越來越低這樣子 那這個超技能他就是讓你減低的傷害不要那麼多 我不知道是有沒有取消他減低的傷害 不過他這邊是寫decrease 應該是下降 就是不要讓你減少傷害那麼多這樣子 好那這邊的話我會先推薦 點增加額外目標 那增加額外目標其實還要搭配另外一招一起用 所以這邊的話可能就是吃到你141跟151的超技能點數這樣子 增加目標就是讓你先打到第8隻 那第8隻如果打出去的傷害沒有那麼高的話 其實有打跟沒打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要搭配第2招一起來用 第2招就是我剛剛說的嘛 減低他移轉出去的傷害這樣子 對那至於第1招這個增加中傷20% 為什麼我會覺得他比較沒有必要 是因為其實說真的你看像我這樣子去攻擊 很難看出來他到底最後一下是有沒有多那20%啊 那你點那個移轉目標跟傷害減低 其實你都是可以很明確去感受到的 對那增加的那個20%幅度 比較小我就覺得感受上啦 其實就是我自己心裡的感受上 覺得他好像就沒有增加到 那不如就是點其他看起來比較更實用的那一種 對那接下來我們進到暗的部分 暗黑烈焰一樣有中傷20% 跟我們的那個移轉目標 就是中傷20%跟增加目標到8隻 那中間這一個是什麼中間這一個是我有點的 他就是增加你在暗強化的時候充能加快 為什麼我會點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四轉的技能 極速反射他的傷害是247.9% 那暗黑烈焰他只有201% 其實不管123四轉好像都是光的傷害比較高啦 夜光他輸出就是在平衡的時候 光暗平衡的時候輸出是最高的 對那除此之外就是光的傷害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點暗黑烈焰充能的速度加快 但暗的時間比較沒有那麼多 那也快一點進到我們平衡狀態 那我們主要就變成平衡狀態跟光在輸出這樣子 對我覺得這個的話應該是還蠻實用的啦 因為其實他增加的幅度蠻大的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現在就是暗強化 那他現在在打的速度累積 左上角那個累積有沒有就還蠻快的這樣子 好那關於最後一個絕對擊殺的部分呢 其實我覺得大家要有一個觀念 就是多打一隻真的比你去中傷20 或者是這個致命傷20還來的好 這個致命傷20 就是他的那個 對絕對擊殺 致命傷害提升20% 那另外一個是就是最終傷害20%這樣子 那我覺得啦 一樣假設我們絕對擊殺打下去30萬好了 那增加20%的話就變成36萬 那多的這6萬 我們要怎麼去把它弄掉 我覺得就是多打一隻這樣子 多打一隻來取代掉他這些增傷有的沒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打下來我真的覺得啦 就是多打一隻那個傷害感覺真的是差蠻多的這樣子 打遠征的時候像是龍王這種部位比較多的 或者像炎魔手比較多隻 那這時候你的那個光的超技能 就是你目標增加跟移轉出去的傷害減少 其實會非常有用的 那相對點中傷20的時候 可能效果就比較沒有那麼顯著這樣子 對所以我自己點的順序的話是這樣子 就是光的中傷20先不要點 那先把那個擴散 還有增加目標點起來 那再來就是點暗的充能 那下一招171的話我應該 應該會點就是 絕對擊殺的那個增加目標數到3個人這樣子 對那主動技的部分這些的話就先不講了 因為其實主動技它到了就會給你使用 它不會浪費你的技能點數 對那這邊就是我對夜光被動超技能的一些想法 對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提問一下 或者是我們做一些意見上的交流 謝謝大家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謝謝你的觀賞 還看的開心嗎 喜歡的話記得給我一個GP喔 也歡迎按讚我的粉絲團 鎖定我更多動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囉 掰掰